这个长得像大傻的男人 宁格非常奇特 连续娶了五位老婆 全都被他克死 但对他来说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 因为没多久 皇帝就降下圣旨 让他官升三级 成为一品大将 就在大傻高兴之际 传旨太监又说道 想要官居一品 就必须铲除在附近作乱的鬼王 大傻一听 立马又变得哀声叹气 看到大傻愁眉苦脸 师爷就告诉他 在城外三十里外 有一间茅草屋 里面住着一个高人 所以请他帮忙 肯定能够除掉鬼王 很快 大傻和师爷就来到 可眼前的茅草屋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厕所 大傻一脸不屑的样子 可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茅草屋里面 却是一副世外桃源的样子 大傻非常惊讶 可是当他回头之际 刚才进来的路 竟然被一面高墙彻底堵死 就这样 他们两人继续前行 茅草看到将军来到 立马摆出茶具迎接 可徒弟却不满将军横行霸道 于是将刚刚倒满的茶水 扔在地上 茅草见状 直接施法 把自己的茶杯一分为二 可里面的茶水 并没有洒出一滴 大傻见状也端起酒杯 结果喝了一嘴空气 大傻感觉自己受到羞辱 立马就拿起自己的兵器 准备给茅草一点教训 可是让大傻万万没想到的是 茅草丝毫不惧 徒弟看到嚣张的大傻 直接就掏出来一把绳枪 接着又向茅草要了一瓶神油 紧接着 绳枪肩挺如龙 可是徒弟那是大傻的对手 仅仅一招 就被大傻夺去绳枪 茅草见状 直接拿出一张符纸 大傻立马就变成三寸小人 大傻这才对茅草心服口服 随即抱拳李贤下士 让茅草去对付鬼王 茅草看到大傻的样子 也不再为难他 接着茅草就说道 如果你肯牺牲 到时我为你做法 让你的魂魄化为金甲武士 然后配合着你自身的五官气韵护体 鬼王肯定是手道勤来 大傻一听 需要赔上性命 便直接拒绝了茅草 随即便转身离去 可他刚刚转过身 突然又想起 刚才茅草的神油 大傻一想 这种东西是个宝贝 一直涂在绳子上 岂不是浪费了 想到这里 大傻直接就把神油揣进兜里了 回家后 大傻就开始把老婆的灵位收起来 然后就带着孩子们 准备浪迹天涯 临走前 大傻就想 自己怎么也得风流一番才能走 于是他就来到青楼 准备潇洒一番 试试那瓶顺来的神油怎么样 可是让大傻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神油异常厉害 吓得老包子大喊 将军疯掉了 原来那瓶神油 是殷书故意留下的 就是为了让大傻 进入一种假死的状态 这样一来 他才会听话给自己当护法 很快 殷书就把大傻的尸体接回来 然后施法让他复活 然后殷书又便出来一具假尸体 让大傻彻底相信 在准备好所有后 殷书就带着他们两人 前去铲除鬼王 这边鬼王抓住一名美女 来做自己的妻子 可女子性格强硬 根本就不愿当他的老婆 于是艾基就准备刺杀鬼王 可鬼王法力高深 早就发现了他的意图 直接就将艾基变成鬼基 很快殷书他们也来到 可是刚刚靠近 就被四面八方打来的飞镖给逼退 殷书健壮 立马施展法力 破除鬼王的飞镖 也就在这时 艾基飞身来到 大傻和徒弟健壮 赶紧上前帮忙 殷书健壮立马施法 艾基就这样被他们三人 联手逼退 藏了起来 殷书健壮 立马让徒弟扔出照明福祉 就这样 艾基再次显现身形 殷书抓住机会 拿出八卦镜 当场就将艾基打死 鬼王眼看着自己的老婆死于非命 他愤怒无比 直接就变身 准备使出大杀招 而殷书此时 也已经摆好阵法 鬼王刚刚落地 就落在了法阵当中 就在他们消灭鬼王之际 月亮却被突如其来的云彩遮盖 殷书的阵法威力大减 鬼王也找到机会 准备破开殷书的阵法 由于阵法错乱 又加上鬼王法力高强 竟然打开一道时空之门 将他们几人全都传送到现代 殷书被传送到剧场 当他醒来后 看到一名拍戏的演员 误以为他是鬼王 直接将其一脚踹到 一番折腾后 殷书便晕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后 已经身处医院 可是他醒来后疯疯癫癫 直接就被警察 送去精神病医院 在这里 殷书为了能够联系到徒弟 他遮了一只纸鹤 去寻找徒弟 此时 徒弟和大傻 被传送到教堂里面 而鬼王也被传送到了这里 由于是正气的教堂 鬼王还没落地 就被吸进十字架里面了 徒弟先是找到神父询问 这里是什么地方 神父告诉他 这个地方就是主上之家 徒弟不懂 于是就给殷书传信 说他们在主上之家 殷书在得到徒弟的地址后 立马换上自己的行头 在精神病院逃了出来 并且还坐到艾基的车子上 车子开到半路警察临时检查 殷书害怕再被抓去 于是就变成一只小狗 艾基看到可爱的小狗 于是就将它给带回到家里 艾基刚刚回来 他的前男友突然出现 准备对他图谋不轨 艾基奋力反抗 可是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 也就在这时殷书 变成一条大狼狗 吓得前男友拔腿就跑 此时 殷书也变回人形 艾基见到殷书的厉害后 也相信了 它是穿越过来的 这个女人太惨了 刚刚到家 就被前男友抓住 进行一番蹂躏 还好家里的狗狗及时出现 这才吓走前男友 隔天 艾基带着殷书前去寻找徒弟 而此时的徒弟和大傻苦不堪言 被教堂的人直接给扔了出来 由于几天没吃饭 他们两人就来到马路上表演绝技 可是他们 刚刚赚了少许钱财 就被赶来城管抓住 就这样 两人没拿到一分钱 就在两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 艾基带着殷书 正好路过这里 就这样 他们师徒相见 可就在他们高兴之际 艾基竟然被前男友给抓走了 殷书赶紧拿出符纸 准备师法查询组的下落 可就在这时 大傻突然拿出一个打火机 并且还告诉殷书 现在用这个高科技就可以了 很快 符纸被点燃 艾基的画像也展现出来 而这个地方 徒弟和大傻都认识 正是主上之家 此时 前男友给艾基换上婚纱 并且还把教堂里的所有人都绑了起来 作为证婚人 随后前男友就准备在十字架下 和艾基完成婚礼 可就在这时 鬼王突然现身 他控制前男友 袍服自尽 就在鲜血流出来的那一刻 鬼王也破体而出 鬼王出来后 立马就前去寻找艾基 此时英书他们也已经来到 看到这一幕后 英书赶紧地吩咐徒弟 前去摆好法阵 而英书则是前去把鬼王引开 就这样 他们来到目的地摆起法阵 也就在这时英书来到 而鬼王也紧随其后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 鬼王这一次 不再以身涉险 而是推出一辆车子 将整个阵法毁掉 就在他们打斗之时 消防栓被鬼王打破 大水瞬间就将英书尽透 所有的符纸全部湿透 鬼王找到机会 再次推出一辆汽车 英书躲避不及被夹在当中 徒弟和大傻见状 赶紧上前帮忙 可是鬼王太厉害 他们两人全都不是对手 此时一直躲在旁边的艾基 已经想起前世的记忆 而鬼王此时 仍旧异想天开的 想要控制艾基 可是他却没想到 时代已经变了 艾基直接拿起长刀 就刺进鬼王的身体 由于鬼王的能量积聚消散 时空之门再次打开 他们因此再次穿越回去 艾基看到这一幕 直接愣在原地 也就在这时警察来到 而领头的队长 不是别人 正是英书 这是一部上映于 1991年的香港奇幻电影 《天地悬门》 整部电影看起来非常不错 尤其是女神王祖贤 让整部电影增添了不少看点 相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并不多 想要了解更过剧情 那就去看一看原片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